晚安 欢迎起Focus全球新闻 首先来看的是苹果迷引颈期盼的 苹果春季线上发表会 这次果然有新品亮相 包括了无预警推出了紫色iPhone 12和12mini 还有传说中可以帮你我追踪找东西的小配件AirTag 它是一款蓝牙防丢追踪器 可以挂在钥匙钱包上 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弄丢 然后搭配苹果的app 如果你弄丢了钥匙或是钱包 或许可以透过这一个app 重要的物品就轻松回笼 在台湾要卖990块钱 另外三年多没有更新的iMac 一口气推出七个颜色 搭配最新的M1晶片 电视有最新4K智慧电视盒 压轴的还有Apple的Podcast 5月要用全新的订阅制 付费的用户可以享有独家的限定内容 大部分的产品在发表会之前 全部剧透完毕 所以虽然没有太大的惊喜 那么网友还是有一些热议的部分 至于股价因为没有惊喜 下滑了1.3% 全球科技业龙头苹果20号举行线上春季发表会 一如市场预期 新产品包括桌上型电脑 付费的Podcast服务 以及无线追踪装置 显示苹果持续扩大产品线 要更深入消费者生活的各个层面 这回最受网友热议的就是能帮你追踪找东西的AirTag 在台湾要价990元 能助你找到钥匙手机或行李箱 同时也能防范不必要的追踪 有专家认为这个寻找东西的小物 有潜力成为苹果创销品 可向无线蓝牙耳机AirPods 为苹果带来100亿美元商机 最新iPad Pro平板 首度换上苹果自家研发的M1晶片 处理速度比上一代提高50% 也能搭配键盘和触控板 对内容创作者和商务旅客来说 恐怕足以取代传统笔记型或桌上型电脑 但加上配件 价格推升到近1100美元 比苹果最便宜的笔记型电脑还贵 而三年多没有更新的iMac 体积重量厚度都更为精简 不过最令人惊艳的 可能是一次推出了七种颜色 连配件也有七色可选择 而为了因应疫情后 居家办公远端教学需求 镜头和麦克风等相关设备 也大大升级 不过对业界最重要的 恐怕是下周苹果将推出新的iPhone软件 新隐私功能将要求所有app 在追踪使用者习惯前取得用户同意 对象脸书等靠数位广告赚钱的公司 是一大冲击 这回稍稍出乎市场预料的则是这款春天的新紫色 iPhone12系列除了现有的蓝红白绿黑五色之外 再添新色彩 只是大部分的产品介绍 在发表会前已经对外透露 没有太大惊喜 当天苹果股价下滑1.3% 不过去年一年 苹果股价大涨近95% 高于纳斯达克指数上扬的63% 主要拜疫情期间消费者大买电子产品 2020财快年度销售额达破纪录的2745亿美元 将当台币7.7兆 苹果也由执行长宣布 重新设计Podcast的应用程式 提供数百万个节目及付费订阅服务 接下来将与音乐串流服务平台 Spotify正面竞争 不过Spotify已在欧洲 对苹果提起反垄断申诉 指苹果的App Store抽成高达30% 违反公平竞争规范 另一家生产蓝牙防丢气的小公司Tile 产品功能与这回苹果发表的AirTag类似 去年就上美国国会 指控苹果违反公平竞争 不但在商店下架商品 也提高与iPhone相容难度 苹果在引领全球科技业的同时 未来也将面临更多反垄断调查 和监管压力 特别是万众和报道